维维的凉风 两岸的翠绿山景 以及一整排的高楼豪宅 这样子的画面如果不说 还真的像是在国外 但这里其实是淡水河 这一天 Omega邀请中表线的媒体记者 登上这艘价值近两亿元的豪华游艇 出航兜风 在这么特别的景色之中 Omega也正式发表了他们 已经进化到第三代的 全新海马系列 Aquaterra大师天文台万表 Aquaterra这个名字 Aqua就是水 Terra是鹿 其实它的名称的用意 就是它是水鹿两栖 就是你可以在陆地上 就是非常的优雅带它 你也可以在水上 很有运动感地使用它 跟穿戴它 所以Aquaterra是一个 动静皆宜的一个标款 今年我们Aquaterra新的广告视觉 就是我们的代言人Eddie Raymond 他搭船就在海上 这样子非常的悠闲 所以我就希望说 这次Aquaterra可以带给大家的 感觉是一个很不同 很不一样的 Aquaterra表款最早推出于2002年 虽然这个系列 以富豪们实信的豪华游艇 这样子的高端生活作为形象 但是在价位上其实相当有亲和力 而今年做的许多改款设计 也让手表的细节更加丰富 主要是在于整个表款 我们的所有的细节上面做了一些变化 尤其在面盘的部分 我们从原来的直条纹 改成甲板木纹的横条纹 这个整个表的呈现 表面的呈现是更有深度 它的那个甲板纹的深浅是不一样 而且它的颜色虽然是同一个颜色 但是因为它有颗度 光线的折射下 其实它会呈现很不一样的变化 就会更有层次 特别要介绍就是Alcatel的胶带 我们的胶带其实是很不一样 它还有做这个车缝线 那这个车缝线的一个设计 会让整个感觉更活泼 颜色更有层次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一个绳索的压纹 会让人家一开始以为 它可能是布或者是其他的材质 但等到可能摸到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它是我们的橡胶带 再加上它的背面 有做波浪的一个处理 还有就是抗菌的处理 穿戴起来就不会觉得 黏在你的手上密不透风 而且不会有臭味 另外一方面 Omega近几年来强力主推的Metas认证 防磁能力超过一万五千高斯的 大师天文台机芯 也全面运用在这个系列之上 让这个水路两栖的防水运动表 同样也拥有超高的抗磁能力 其实Alquatera在2020初的时候 就已经是150米 现在一样是150米 基芯的部分其实在2015年11月的时候 有发表一个抗磁的Metas的一个测试 现在我们新达和Terra都有这个Metas的一个抗磁的测试 所以这个又是对这个表款上面又是多了一个认证 多了一个品质的保证 其实瑞士制表它要求是一个精准度 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个更卓越的精准度 所以这个抗磁的认证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投资 就是跟很大很大的一个创新 我们希望Alquatera呈现的是一个品味的生活的一个展现 这个品味生活其实是人人都可以达成的 我们其实欧米加整个产品线是非常的容易入手 我们不是那种就是佛之佛高端的客人 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人 大家只要是有工作有努力 其实有收入其实都可以买在学习家 对这是我们的种旨 我们下期再见